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先坐 承讓 你是來取笑我的嗎 你不要誤會 我是想要告訴你 你的廚藝真的很厲害 我看你是來玩火的 看一下這個隊長 怎麼被你打開 不是 其實我有注意你每一道做工 都非常的精準 細緻 我本來以為我輸定 結果還是 你贏了 我輸了 其實要是論手藝來說 我根本就贏不了你 我覺得 我是贏在柔軟度 你的工雖然細 但是 但是硬了一點 硬 這要怎麼說啊這個 好 就好比機械化跟手工的分別 機械化的東西雖然細緻 但是它沒有感情啊 手工就不一樣了 手工它有 煮 用 用 用心 我為了你 我的經歷卻放在技冊上 而你卻 用心 謝謝你 舒服 幸福口福 你太客氣了 我還有很多地方 要跟你學習 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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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 廢 廢 不過這攝影棚 是不能抽菸的 不是抽菸 是您被開除了 我被開除 這邊請 我怎麼 不是 你聽我講 不是 金牌 合作師還要下去學習 來 請坐 不敢 來 請坐 聽完了評審的講評之後 相信大家對於今天的勝負 心中已經有了定解 今天的冠軍就是我們的 金牌 恭喜 好 你還冒了 好的 有我 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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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金牌比廚藝 當得要強 你開玩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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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 金牌好 金牌你熬样的 金书赢得实至名归 废话吧 不是 不是废话 我是说 这比赛结束之后 我在后台听到那个 高秘书跟平生吵架 高秘书 就是长盛的秘书 他们吵什么 高秘书问说 不是都讲好了吗 那个叶老师算是很客气地跟他说 我们是很想帮忙 可是人家菜做得这么好吃 不是 讲好什么 这你都听不懂 这就是作弊 不会吧 是真的 好 后来唐老师还把那个高秘书训了一顿 训什么 唐老师就说 以我跟长老师的交情 比赛的事情不用交代 我一定帮忙 可是那个金牌 金书的料理让人觉得很感动 如果我还帮忙的话 那不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了吗 正义 有良心 金牌啊 你这个十神冠军啊 真是实至名归耶 爸 你好棒喔 超厉害的啦 老公 我都忙到忘记跟你说恭喜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看 老公很棒嘛 很疼人啊 那是因为我有一个全天下最棒的老婆 你讨厌 老婆 老婆 年轻的时候我爱你 那是一种两情相悦的激情 可是我现在发觉 我越来越爱你了 那是一种 一种 一种 老婆 辛苦你了 像我之前开了餐厅 我从来没去挑过日子 所以三家都倒了嘛 选日子这种事情 那您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望 现在凡事都应该以公司为主 我们宝宝的名字 男的呢 就叫陆小宝 女的 就叫 陆小辉 有家力就好 我也是 有妈就好 我会一辈子照顾你的 好 小意思 每客人 我就知道开幕那天会有问题 我们三个在一起 一定可以搞出名堂的 加油 很多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 而是坚持之后 才能看到希望 妈 好吃吗 有儿子的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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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露草 給我習慣的心花 只要你冰冷 順順地走 我給我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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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露草的歌 這是寂寞的歌 希望有一架 你也會知道 做老媽媽 的心情 我給你一架 你也會知道